租房千万不要租廉价房 因为在里面很有可能会遇到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怪书屋 今天瞧瞧就给大家讲的故事 是一名某贴吧注册十一年的八主 和妻子经历的租房鬼市 磁铁一出 当时就炸开了锅 因得无数网民讨论 那八主和妻子在出租房内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接着往下聊 事情发生在2001年9月 坐标是北京通州区 吐敲地下站附近某小区 八主和妻子 那时还是钢毙一夜 要来北京发展的大学生 他俩最大的梦想 就是在北京有个家 这俩人又拒绝合租 所以目标就是要整租一居室 当时通州第一页原县 一居室价位在2000到2500元一层面 压一负三 一次性又就一万元左右 压力太大 就一直没有定下来 偶然机会看到 某小区有52平米一居室 开街出租 八主当即决定过去看房 但没想到 这竟然是噩梦的开始 这个一居室 低于市场价 将近一半的价格出租 民养人都能看出来 房子有问题 可八主当时还是学生 没什么生活经验 就没想那么多 和房东见面之后 八主简单的问了几句 就直接签了活动 压一负三 现场交了钱 因为房子很干净 房东说他装修后 自己住了两年 后来空了三年 没人住 最近刚决定租出去 挣点雲花钱 据八主回忆 当时怪异事件的发生 具体顺序 既不太轻了 但是自己完全没有撒谎 刚开始的时候 有两个晚上 八主和妻子被握持着灯黄行 他们只当是接触不良之类的 就没当回事 紧接着八主又好几次上厕所的时候 发现马桶底部有头发 飘啊飘 很是奇怪 后来有天早上起来 看到厨房抽屉和柜子 全部被打开 八主心里有点发毛 怀疑是妻子搞的恶作剧 故意吓八主 可妻子却说自己没那么无聊 过了一阵 八主的丈母娘来看她的女儿 那天 八主和妻子出门办事 丈母娘在卫生间里洗衣服 她听见开门声 感觉有人进来 丈母娘说 回来得挺快呀 听没人之声 便进了客厅发现根本没 八主被事情闹得心惊胆战 于是和风东沟通换索 保证安全 可发生这些事 始终让八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后来八主有次要出差 妻子则去同学家过夜了 因为是第二天早上的飞机 八主晚上很早就睡了 半夜起来上厕所 发现厕所门却被锁上 挡不开了 八主一下子就被吓醒了 因为他很清楚 厕所上锁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从里面翻锁 因为厕所门钥匙早没了 锁也是旋转拧着上锁的 更让八主觉得可怕的是 这间房子厕所没有窗户 八主当时无法冷静 二话不说 穿上衣服带着行李 打车直奔机场 在机场待了半醒 出差回来后 八主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哥们 听完这些离奇的事件 八主的哥们自高费用陪他回来 非要找找见识 八主的哥们身高一亿八多 体重一百八十多斤 是个十足的愣头青 当天到北京已经是晚上了 八主让妻子继续在同学家待着 自己则跟哥们说 晚上找个宾馆对付下 我们明天再回去 哥们一脸的不屑 当场拒绝 说白天去看啥 晚上才有机会找见识 而八主不想晚上回家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厕所门还锁着 哥们说没事 现在锁都不结实 再结实都能一脚踹开 俩儿回家后 就来到厕所门口 八主哥们装着胆子开门 居然一下子打不开了 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 活地可忙 这一下子 直接给八主干的头皮疯了 明明记得怎么都打不开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哥们打句说 是不是跟他开玩笑 然而八主都开始怀疑 自己当天晚上 是不是睡懵圈了 说起来也奇怪 八主哥们住的那几天 还真就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可是到了八主两个 你还能住在那里呢 吃饭了 那么多长时间 就说了 你还不得不理会 你还能住 我还能住 你们俩过来 我还能住 你还能住 你还能住 我可以说 你还能住 我还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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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住 我还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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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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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经理写材料 妻子坐在床边的地上 背对着八主看视频 忽然妻子回头问八主 怎么了 但是他的表情是恐惧的 八主以为是背后有什么东西 回头一看 什么都没有 他紧跟着一句 不是你提我的 可八主当时 起码离妻子 有三米远了 至此 这就是八主能回忆起来的所有事情 乔乔在这里根据八主的讲述 简单给大家分析一波 首先 是否存在人为操作 据八主说 门锁是进去之后换的 所有钥匙都不存在丢失 而且晚上回家都会反锁 有钥匙从外面都打不开 窗户只有两个 每天都会检查 正常反锁 屋内就更不用说了 入住的第一天 所有地方都收拾了 根本不可能藏人 唯一值得怀疑的 只有换索的工人 但却证据不足 无法确认嫌疑 其次 房东是否早就知道这件事 通过八主的讲述 乔乔认为 房东是知道的 三点原因 第一 最初看房的时候 八主说房东是在楼下等着他们 任其才一起上楼进入看房 第二 八主说这件事的时候 房东很平静 第三 八主在帖子里说 最后退房的时候 都是在楼下 让房东回去看一家居家店 他都不看 收完钥匙 退完钱 就急急忙忙的走了 所以 综上所处 乔乔认为 这间房子 确实有一些邪门的地方 甚至房子里面 有可能曾经发生过凶杀案 因为在都市里 大多便宜出租 或者出售的房子 都是一些凶宅 而且据说 只有命特别硬的人 能镇得住 当然 这有些违反咱们唯物主义价值观了 有些事情确实是因为老妹或心理压力太大 造成的一些从感知上察觉到的诡异事情 譬如大晚上看到他的阴暗处 有个人坐着 实际可能就视之玩偶 但有些事情确实无法解释 如果说厕所门反锁 有可能是八主不咬心在上锁状态带上了门 而导致打不开 而他妻子脖子上的那堆小河烫伤事件 如果不是杜撰 那就真超出自然现象能解释的呢 以上就是巧笑对这起事件的对人理解 亲爱的观众老爷 你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弹幕或评论 发表自己的看法 好了 本期怪事物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支持 德价 合案件 带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这个契业 可以把你想让巧笑解述的案件 打在公屏上 那下一期给大家带来的是 天津经典都市传说 日报大厦十四层的鬼市 点赞过一千 更新马上到 咱们下期再会